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不單止是劇本吸引 我覺得整體其他也吸引 因為很新 全部會新配搭 所有演員我都沒有合作過 一個新的制度就是有教訓 真的很舒適 我覺得拍這個戲是不辛苦 覺得時間很充裕 給你休息 有天可以靚靚 還有新的編劇 導演、監製 全部都是全新班底 我覺得是比較年輕 就是green一些 有很多東西其實很不像以前在香港拍電視劇的感覺 所以都需要很多適應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好玩的 因為是應該要試一些新的東西出來看看 今時今日拍的港劇會是有什麼新的氣象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我吸引我的地方其實就是 有劇本 我的角色 因為它有很多感情線 可以同一時間可以保持婚姻關係 然後可以有很多女朋友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因為現實生活中我做不到 唯有拍戲那時候做得到 很棒 當然還是有錢 然後還有跟文女拍 因為我沒有跟她拍過 我其實同意文女所說的 其實是需要跟一些新一代的人合作 去撞擊一下 又看看他們拍成怎樣 整個過程我都是有趣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拍成怎樣 原因是因為我沒有看playback 我都把所有的選擇權 又或者他們那個好不好都交給導演 就看看他怎樣 什麼叫好 什麼叫不好 放個機在哪裡也好 怎樣拍都好 那我現在很期待他出街 究竟會出來怎樣 是啊 這個都是 就是 這次的合作 我覺得 現在是拭目以待 究竟整件事出來會怎樣 自己都不是太多的 想像到的把握 因為好像監製 他都有很多他自己的品味 譬如他會找什麼人唱什麼歌 加些什麼音樂 那我覺得是 可能是完全的Style 是不是我們知道的 所以其實我都很期待 想快點看出來的感覺 整件事是一件怎樣的事 但是這次要播出那個時間 跟TVB的紅姐 演到《鐵探》 那個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所謂 其實我自己覺得 今時今日已經是沒有 這個對撼時段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 其實現在的人看電視 都是網上去看的 就是很多人 我媽媽幾年前已經跟我說 我不回家追電視了 因為他會等 播完之後才看 那就不用看廣告 其實很多人都是用網上去看電視 我想這個 這個對撼已經不是一個 一個特別的事件 因為大家都會選擇 如果他好看 我會兩個人都看 而且我能夠兩個人都看得到 剛剛這樣說 是不是你敢不覺得可以介紹一下 對撼給阿文女 會的 會的 我覺得阿文女是一個 很有 對生活 有要求 有品味 還有最重要的 她是很正面 很積極 就是我覺得 如果我有個好朋友 她又剛好 太太又不知去了哪裏 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很對的 因為如果跟阿文女 如果我有個朋友 跟阿文女是拍拖 或者結婚的 你都會很開心嗎 她的生活一定越來越好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你可以做到這件事 你不會覺得我害了你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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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絕對 因為有人夠積極 而且遇到問題 肯去面對她 這個也是你一個 很好的性格 多謝 還有一些好奇心 你長期都有的 所以你才會拍腰 非常有好奇心